一次到北京云一战争面后 波尔特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吗 以前看不上他的女孩 现在会主动约她 以前马德粉丝 现在是他狂者的追随者 以前爱达不敌的赞助商 现在对他屈臻若鹜 走到之处皆是人身人海 就连他去夜店嗨陪 DJ都会抓着迈大喊一声 邀赛恩波尔特 大驾光临 接下来整个俱乐部 就会变成粉丝见面会 抱上的收入和超高的人气 让波尔特沉迷其中 米尔斯教练找到了波尔特 他要推动波尔特继续前进 他倾注波尔特 作为世界第一的超级运动员 必须更加努力地训练 才能保持巅峰状态 真正的挑战在刚刚开始 我们要训练膝盖 速度肌肉 练度突 米尔斯教练说到 什么才刚开始 那过去四年 我们一直都在做什么 很显然 米尔斯教练 对如何让波尔特 继续保持巅峰 已有了详尽计划 他告诉波尔特 如果你想一辈子 都享受超级巨星的待遇 却得比之前跑得更快 现在你是第一名很棒 世界上每个人都坠碰你 但如果泰森盖一打败了你 如果阿萨法打败了你 那就不妙了 你的钱总会有花完的一天 赞助商可不愿为 一个第二名的运动员 提供高额合同 这一期话 直击波尔特的内心 是的 一夜之间 情滚滚而来 为钱而跑的日子 已经结束 他必须开始 思考跟宏大的人生课题 我是谁 我活着为了什么 答案其实很简单 作为一名 局势文明的短跑巨星 一种人格魅力 每次只要有波尔特参加的比赛 门票总会被一扫而空 他现在不再仅仅是波尔特了 游赛人波尔特是一个品牌 一向事业 他要做的就是出现在天井场 然后赢得比赛 但天性好玩的波尔特 并不会像其他运动员那样 严于律集 教练希望在休息的时候 可以把自己关在房间 玩玩电子游戏 尽量避免那些危险 和消耗精力的活动 波尔特则认为 偶尔出去玩玩 和朋友聊聊天 跳跳舞 能让他暂时远离聚光灯 唇口气 从而在赛场上保持良好的状态 跳跃是对的 但如果波尔特都听他的 一定会被逼疯 他很清楚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那就是用最快的速度 赢下最重要的比赛 这才是他唯一保持专注的办法 视频最后 高高给大家推荐一款 很多运动运动在喝的电解质冲击 经常运动出汗多的兄弟们 肯定有这种感觉 运动完喝水 只会越喝越喝 因为我们流出的汗液中 不仅有水还有电解质 而流出的电解质 才是我们感到疲劳的主要原因 这款诺克兰德电解质冲击 一喝六包 每次一小包 都是水里即可直接饮用 可以边运动边喝 不仅可以补充水分 还可以补充电解质 关键好喝还便宜 只要各位数就能入手 夏天到了 电解质一定要囤起来